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欢迎收听6月15号的新闻线 今天大家都在关注 哎首相又公布了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对 大家都很期待嘛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来关注今天新闻的重点啦 新闻主线 呃就就是指控警员倒掉汤来 所谓的小饭 他现在是改口翻供了 林立仪是向大众道歉的 卫生部宣布12岁以上可以打辉瑞疫苗 也批准了康熙诺和强生疫苗 国家复苏计划分成四个阶段 预料10月份呢 就可以恢复常态 我们可以回乡了 好期待 首相宣布全 指出这个全境封锁呢 避开了大灾难 而且啊 这个封锁期间呢 是要承受每天损失 10亿令吉的代价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那首相孟游丁就认为 全境封锁是奏效了 他今天在宣布 国家复苏计划的时候呢 就说到 第一阶段的全境封锁 实行到现在 单日确诊病例 已经从5月29号的9020宗 降到昨天的4949宗 那国家卫生系统也足以应付新病例 康复病例也有高涨 反映出政府的努力有了成果 那我们也避开了一场大灾难 慕尤丁指出根据卫生部的预测 如果不全境封锁的话呢 那单日的病例就会飙涨到13000宗 大马的卫生系统到时候就会崩溃 但是他也坦诚 要落实全境封锁不容易哦 全国的这个封锁期间 其实是每一天损失了10亿令吉 这么大一笔数目字 其实首相今天他出来呢 是为了公布国家复苏计划 是希望说我们有个很好的退场机制 详细列出每一个阶段的管制范围 那就好好的让我们在关闭疫情之后 一个退场 看是怎样退法了哈 那么有点说到呢 只要达成三个指标 政府就考虑可以从现在的第一阶段 行管令转成第二阶段 这三个指标分别就是第一 我国每一天的平均新增确准病例 要少过4000宗 第二就是公共卫生系统 不再危急的状态 包括说加护病床使用率下降到中等水平 第三就是10%的人口 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的冠病疫苗 那么一定有说到第二阶段 是第一阶段的一个延续 所以呢社会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行动管制令 这些都是会持续受到严格的控制 包括第一经济活动会分阶段的开放 允许多达80%的员工回到职场去工作 比现在稍微高一些 那还有就是在第二阶段 只有获准营业的这些行业 才可以继续营运 第一阶段的营运清单 在第二阶段会继续扩大 然后当中会增加多几个领域 之后呢在第二阶段 依然是不允许社交 也不准化周回乡的 那如果要进一步解封 就要去到第三阶段的话呢 就需要达到的指标 包括的有第一 单日的新增病例要减少到2000宗以下 同时间公共医疗系统是处于充具的水平 加护病床的使用率呢 是减少了可以应付疫情 那还有第三 就是40%的人口接种了两剂冠病疫苗 只要达到这三项呢 首相就说这第三阶段 就可以几乎开放所有的经济领域了 那这些领域呢 也可以保持第二阶段 80%规模的营运模式 可是高风险的活动在第三阶段还是禁止的 比如说涉及很多人的活动 像是大型会议 或者是没办法保持人身距离的场合 比如酒吧水疗 SPA和美容院 这些都还不允许 不过慕尤丁有补充 如果员工都完成了接种疫苗 政府可以考虑这个宽限 那如果我们真是进入了第三阶段 预计在9月或10月期间呢 那首相认为就可以召开国会会议了 但是当然必须要遵守严格的SOP 首相说到啊 这是他之前一贯的立场 也就是议会民主制度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恢复运作 前提就是冠病疫情受到控制 同时呢将近大部分的人士 已经达到群体免疫 那首相他也促请那些有心人士 不要引起人民的焦虑和混淆 去阻挠政府的抗议工作 所以刚刚讲的都是第三阶段嘛 再来呢就是要unlock第四阶段了 那unlock的条件就是解锁的条件 就包括第一 单日冠病病例减少到500宗 第二就是公共医疗系统处于安全的水平 加护病房的这个床位是很充足的 第三就是我国有60%的人口 可以完成接种了两剂疫苗 摩尤丁说根据预测 我国可以在10月底达到60%的人口 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目标 进入第四阶段 那第四阶段其实也是国家复苏计划的 最后一个阶段到了那个时候 就尽可能会恢复我们原本正常的生活 摩尤丁指出在第四阶段期间呢 所有经济领域会开放 更多社交活动也允许进行 到时候也允许跨州和国内旅游 只需要遵守严格的SOP就可以了 那坦言自己经常受到不少人 要求就开放体育赛事嘛 比如说允许观众到体育场去观看 观看这个足球赛事等等 或者去参加社交宴会等等 那到了第四个阶段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当然了最多人要求的还是说 希望可以回乡去探访父母亲人家人 所以在第四阶段呢 政府就会分阶段开放 让大家可以回乡探亲 同时也是恢复社交活动 目标定有说到 只要我们严格遵守SOP 那单日的冠病病例就会越快的减少 那越多的人接种疫苗的话 我们就可以越快达到群体免疫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解锁下去 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 一定要做好每一个步骤啊 不过首相刚刚就有提到说 他不是有讲了各个阶段的一些情况啊 SOP 详细的所有的SOP呢 国安会会去负责研究 而且在近期之内就会公布了 好了我们要回到来现实 因为刚刚跟你说的是一个蓝图 一个时间表 接下来几个月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 那接下来呢 呃现在我们其实还处在第一阶段嘛 就是全境封锁的阶段 一些领域呢 好像还是面对着困境的哈 其中就是马来西亚电业工会 TEEAM 他们就疫情政府从六月份开始 让本地的电器和电子制造商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不包括汽车哈 不限于不限于汽车哈 就是豁免服务与销售税SST 一直到今年年尾 以减轻疫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那该工会就发文告说到 这些行业的中小型业者呢 多数都没有被批准在全境封锁期间营业 这不但是没办法量好支援 制造业等等关键领域 还会恶化这些经济困境 引爆失业的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要尽快的提供这些领域 让他们重新营业 也持续在未来的半年提供各种的援助 那另外呢 其实餐饮业也是面对一些问题 需要政府的帮助的 大马应议餐馆业者协会 他们日前就针对1000个餐厅的这个业者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呢 只有百分之就是高达80%的受访者 他们只能够在现有的资源 还有存款之下运作两个月而已 这一个协会的主席苏烈士 他就建议政府把餐厅营业时间改为 清晨6点到晚上10点 同时呢放宽堂食措施 就允许最多一个桌子可以两个人了 那同时他也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几个措施去协助业者 包括最少6个月的暂缓还贷 第二个就是呢 一些外劳人头税的折扣高到25%的 那接着我们要换另外一个焦点 也是明天我们新闻线应该也会持续为你更进的焦点了 就说到今天呢 这个就说到明天其实国家元首陛下 就会主持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特别会议 预料呢就会讨论目前疫情还有紧急状态啊 那就在这场特别会议的前夕呢 陛下分别是召见了紧急状态独立特别委员会主席 敦阿里芬和首相莫尤丁 那国家王公总管阿莫法迪尔是在今天发文告说到啊 国家元首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到今天 已经陆续接见了国内各政党的领袖 一共18人 会面的内容主要是跟紧急状态下 应对冠病疫情的努力有相关 而领袖们的意见呢 会在明天下午召开的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的 那这个声明还说呢 在明天的会议上也会有多名来自政府机构的专家 向马来统治者去汇报国家卫生 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 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就是首相提出的复苏计划了 这个提出四阶段的复苏计划是会逐步放宽 那么你怎么看呢 如果你觉得赞同配合疫苗接种的进度逐步放宽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直接全面封锁阻断传播链 才来放宽 可以点选Set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参与我们今天现在我的话题 是的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要跟你聊聊关于疫苗 在今天呢 诺西山就是卫生部方面 他们有公布了一些新的这个进展 像是给年轻人打疫苗 小朋友 对 什么情况呢 回来跟你说 988新闻线 你好 我是冠贤 你好 我是湘君 欢迎收听新闻线 我们来继续跟进今天的新闻焦点 像是卫生总监诺西山 有宣布哦 今天药品控制制发组会议上已经议决 是会让12岁和以上的群体 接种辉瑞疫苗 其实很多国家 像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他们早前也已经批准 12岁到17岁的群体 接种辉瑞疫苗 那诺西山有说 在这之前呢 当局只是 就是有条件批准18岁以上的人士 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现在就是算是 放宽到 就是2到17岁的这些小孩也能够接种了 不过呢 他有强调 尽管已经有了相关批准 但是卫生部 在现在冠病免疫计划下 还是会维持现有的政策 就是让冠病高风险群体 优先接种疫苗 那另外看到 诺西山他也宣布 国家药剂监管局MPRA呢 是有条件的批准了 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 生产的疫苗 还有就是美国强生公司 推出的这个疫苗注册 这两款疫苗 其实只需要注册一剂而已 那诺西山就说呢 强生疫苗日前也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而我国政府是通过全球冠病 疫苗获取机制 就是我们时常讲的 COVAX呢 来购买强生疫苗的 他要解释所谓的有条件注册 就是石油公司呢 必须要不时的提成 最新的补充数据 和让MPRA可以持续的 去评估这个疫苗 确保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也确保这个疫苗的好处 是大于风险的 随着卫生部今天再批准 两款的冠病疫苗 就代表着在我国获得 有条件注册注册的这个疫苗 其实已经共有五个了 之前获得的就是有辉瑞 科兴还有阿斯利康 那今天再增加两个 那说到这个疫苗呢 我国的单日接种疫苗数量 是再次创新高 昨天突破了19万剂 是迈向20万剂前进的 昨天全国的范围 一共施打了19万7千9百多剂疫苗 其中的14万是第一剂 其他5万多是第二剂 那根据冠病疫苗 供应特别委员会JKJV 公布的资讯图显示呢 目前国内已经接种了468万8千多剂的疫苗 这当中327万是属于第一剂 141万就是施打了两剂疫苗完整的疫苗 那就在昨天我国的单日冠病疫苗接种的数量 突破19万剂 写下一个新高记录之后 能源部的前部长杨美英就点名称赞 科学工艺及格新部长凯里 说他good 干得好 他说呢 该称赞的就是应该称赞 那杨美英也赞扬了JKJV啊 州政府啊 前线人员还有所有相关人士 让我们的单日冠病疫苗接种 突破一个新记录 只不过呢 杨美英他也是有不忘的提醒凯里 如果要赶在6月达到每一天 平均15万剂的单日疫苗接种量 这个目标就是代表说 你在接下来剩下的16天里面 政府必须平均每一天 接种176262剂的冠病疫苗 才可以赶上前面7天的缺口 因为我们是在 这一个月1号到7号这段期间 7天里面 每一天只是平均接种了9万剂 所以之后必须要补上来 是 不管怎样呢 JKJV就宣布我国 已经有10%的人口 至少接种了第一剂冠病疫苗 那JKJV有说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 才可以消灭冠病的疫情 意思就是讲说 如果我们之后可以压下 那个每一天的冠病 确准病疫苗要4000多中 然后我们也符合了10% 要两剂10% 才符合资格 所以现在只是10% 是接种了一剂而已 我们要接种两剂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要unlock 去到第二阶段的 这个就是那个措施 我们的会场机制 付出计划吗 是 好我们再加油 还需要加油的 对 那也看到科学工艺 及格新部长凯里就说了 政府会在下个月开始 加快雪兰俄州的疫苗接种计划 预计9月就可以让水州 80%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 他说水州会在7月开始 加快疫苗接种的 这个接种的步伐 提升每天接种13万5000剂 那8月的话 会增加到16万5000剂 意味着9月之前 周内80%成年人口 就能够完成疫苗接种了 希望真的是可以达到 那另外就是 越来越多人接种疫苗 我们就是可以压下 疫情的曲线 不过呢 今天国内的官病确准病例 又回到五次头 今天新增了 5419宗的确准病例 累计下来 我国的这个总病例 达到667876宗 水州还是最多新增 病例的一个州数啊 有1996宗 接着就是沙拉越州 718宗 吉隆坡650宗 还有森美兰州396宗 另外今天新增了101宗的死亡病例 累计下来4069人 因为冠病而死亡了 好 接着我们要关注一则社会课题 这个说到吉隆坡甲洞 有一名年轻的华语小贩 他就指控被警方勒索 500令吉的案件呢 现在有出现反转的情况 这名小贩是更改了口供 还说案发当天因为不想开档 而报假案 那警方勒索的事情是没发生过的 他是21岁的小贩林天赋 昨天就到警局录口供8小时 突然间他就不顾警方和行动党 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盈助理的劝阻 他执意要改口供 说案件不曾发生 那市主今天也有在林立盈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市主就说 没想到案件会闹那么大 但也了解更改口供和报假案的后果 也愿意面对 他说因为案件导致他要每天奔波忙碌 那昨天更浪费了8小时 所以只想这样子就算了 林立盈呢 就向社会大众道歉 还说当初是获得小贩同意下 才召开记者会揭露案件的 没想到对方昨天反改口供 那他也赞赏显得警方在案件的调查中呢 展现高度的专业 也希望警方针对小贩报假案和改口供的事 给这个适当的惩罚 来警惕其他的年轻人 那就看到现在都紧去主任马永来 他就说警方已经 就是这个案件报告 把案件报告成交给副警察司去定夺 那是不是要从报假案的角度去提控小贩呢 他就指出这件事件其实已经引起风波 让执法人员的形象严重受损 也让这个警队的声望一落千丈 他就劝告民众千万不要报假案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也会对执法人员就是对他们非常的不公平的 其实这起事件的起源 就是说到有两名年轻的小贩 他们就声称说 在清晨要开车到茶室的这个开档途中呢 遇上警察的截查 但是呢没有办法出示这个营业批准性 那警方就那个警员就以这个藏毒和贩毒的嫌疑 向他们勒索五百令吉的所谓喝茶钱 甚至倒掉了他们耗时五小时熬煮的炖汤 整个事件揭发之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啊 虽然大波的来到今天 就说是假的 是提供了就更改了他的原本的口供了 好嘞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现在波的课题 就是首相提出四个阶段的复苏计划 来逐步放宽措施 你认为呢 嗯宝宝 我在看 OK 这样我就直接公布高达82%的朋友认为说 其实应该直接全面封锁来阻断传播链 才来放宽的 另外有18%是赞同说 配合疫苗接种的进度来逐步放宽 所以大家还是觉得 现阶段还是要赶快先全面封锁 就完完整整的封锁 这至少是我们988新闻线的朋友 大部分是这么想的啦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 应该先阻断这个疫情 是哦 昆威用说 在第四阶段之前 应该很多行业不见了 然后CV就说 英国其实是例子啊 对最近我们都一直在关注说 英国一直在那边反弹了 他们又反弹了 虽然说疫苗接种很高 但是又反弹了疫情 看到Kentrig他就是觉得说 肯定是要看疫情 还有施打疫苗的进展来逐步放宽啊 因为全世界有谁能够保证感染链 可以完全被阻断呢 所以他是点选那个 就是赞同的 林宋说加速接种疫苗跟筛减 他说前线等不起这个时间啊 Giki Lim就说 这样还放宽 人民已经很难生活了 就是又开又管又开 而且我还没有很多朋友 认为说 挨的就开完挨的就管完 就不要又开开关关 他们其实很难继续下去 像Jeffrey就说 等到开放后啊 市场应该找不到美容业吗 他就说 OK Win Moon就说 别的先别说 就别的先别说啦 能不能先把接种疫苗 这个部分先优先处理好呢 嗯 就是要接种疫苗 其实也是现这段 必须要做的事情啦 呃 我们也希望加快脚步的哈 但是需要大家配合 我们一起努力 好吗 坚持下去 一定可以看到 明天可以看到 跨州的那一天 只呢 Jeremy就说 他说看这样子 中秋还是不能够回乡 我觉得应该知足点 我希望明年过年可以回乡 然后还可以看到 你想见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吧 对吧 我是冠贤 我是乡君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半的新闻 现在给你跟进 明天的时事新闻 大雨 明天晚上七点半的新闻 咱们下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